哈囉大家好我是雨雨 我之前做了一些NAS的基本介紹 後來有不少網友私訊給我 問我一些購買NAS的重點 一個一個回訊其實蠻累的 所以今天就用這部影片 來跟大家介紹 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NAS 不過因為我自己是用Synology的NAS 所以我會針對Synology這個品牌去說明 那我們就開始吧 在買NAS之前 你必須要先知道你的用途是什麼 因為NAS跟電腦一樣 在功能跟效能上有做區隔 如果你只需要基本的功能 卻買到高階的機種 那其實就多花了很多錢在用不到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有高階的需求 卻買了不符合需求的機種 那就必須重新再買一台來升級 無形中也是多花了不少費用 所以先清楚自己的需求 才能找出適合自己的NAS 基本上我們可以從幾個地方下去考慮 第一 你要買可以放入幾顆硬碟的機種 第二 你平常的用途是什麼 第三 預計有多少人會使用到這台NAS 第四 你預算花多少錢來買NAS 那我們就針對這四點 一個一個來做說明 首先 你到底要買可以放入幾顆硬碟的機種 這個要看你的資料量有多少 以及你有沒有要做RAID的磁碟陣列 假設你想做RAID 1的鏡像備份 也就是資料存進去之後 它會自動把資料存到兩顆硬碟裡面 如果其中一顆硬碟壞掉了 另外一顆硬碟還會保留資料 這樣對資料來說會是比較安全的做法 基本上都要買NAS 我個人建議 至少要買二倍可以做RAID 1的機種 倍越多可以組件的RAID型態就越彈性 才能發揮NAS的優勢 這裡的倍就是可以放入幾顆硬碟的意思 二倍就是最多可以放入兩顆硬碟 而四倍就是最多可以放四顆硬碟的意思 再來就是要評估未來你的資料量有多大 一般我們會抓三到五年去做評估 假設我預估三到五年內 只會有個3TB或4TB的資料量 那其實我買二倍的機種 搭配兩個4TB或6TB的硬碟去使用 其實也就非常夠用了 那什麼情況之下 可能就需要買四倍、六倍甚至八倍的機種呢 就是在我預估未來的使用量會非常大的時候 因為一顆硬碟的容量是有上限的 我如果需要用到30TB以上的容量 又要用RAID 1去做鏡像備份的話 那最少最少就需要四顆以上的硬碟 因為NAS硬碟目前最大應該是16TB 30TB的資料量就至少要兩顆才有辦法裝得下 再加上要做鏡像備份 所以硬碟的數量要乘以二 你就必須要買可以放入四顆硬碟以上的機種 那如果資料量還更大怎麼辦呢 有一些機種是可以買擴充裝置來擴充硬碟的 例如DS920PLUS 它原本是可以放入四顆硬碟 搭配擴充裝置DX517 可以擴充到總共九顆硬碟的空間 或者是DS1819PLUS 它原本可以放入八顆硬碟 可以擴充到總共18顆硬碟的空間 所以如果你預期未來的資料量會比較龐大 但是又還不太能確定會大到多大的時候 可以擴充的機種是比較好的選擇 畢竟買擴充槽來擴充 會比買一台同倍數的新的NAS划算啊 接著要考慮的是你平常的用途是什麼 有些是個人或家庭在使用的 有些是工作室或企業在使用的 根據你的用途跟需要的功能 你必須選擇不同的機種 以Synology的分類來說 消費型機種大致上可以分為三類 在效能跟功能上也有些不同 先講講最入門的J系列 這個系列適合個人或家庭使用 如果你只是單純要建構自己的雲端硬碟 讓自己或家人能夠去使用 不論是存取或分享檔案 還是你要做檔案同步 甚至是個人檔案的備份等等 J系列都是能夠升任的機種 雖然是入門級別 不過一些簡單的應用也是沒有問題的 NAS本身就有非常多內建的功能可以使用喔 再來是Value系列 這個系列適合家庭或需求不高的小工作室使用 除了效能外 在外接設備的數量和支援性上 都比J系列來得強 還可以支援4K的影片轉檔 或是多媒體影音串流 如果要作為影音伺服器的話 就至少要選到Value這個系列以上 再上去就是Plus系列了 這個系列適合工作室或小公司使用 其實不論你是個人、家庭或公司 如果你的預算是夠的 而且你非常重視資料安全與使用體驗的話 基本上我會建議直接從Plus系列來挑選 因為Plus系列才有所謂的快照功能 能夠在短短的幾秒內製作出還原的版本 讓你可以將整個資料夾還原到先前的時間點 這可以有效抵律一些外來的威脅 例如勒索病毒 而且快照所佔的空間是非常小的 除此之外 有些特定機種會配備M.2 SSD插槽 不需要佔用前方的硬碟槽 就能做SSD快取 整體速度是快非常多的 使用體驗也會更加順暢 更重要的是 它支援把硬碟格式化成BTRFS這個格式 這對於檔案儲存的效率與空間來講是很有幫助的 接下來必須要考量的是 有多少人要使用這台NAS 在NAS裡面有一些功能是有人數限制的 例如可以創立的帳號數量 可以同步的任務數量等等 每一台機種有哪些功能 以及它各種功能的數量限制等等 都可以在官網找到 我會把三個系列的產品列表網址放在資訊欄 可以從列表中挑選你有興趣的機種 到裡面點選下載產品規格書 就可以看到每一台機種的功能與限制 建議在購買之前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如果你真的還是不清楚要怎麼挑的話 Synology有一個很貼心的系統 叫做NAS選擇器 它會問你幾個簡單的問題 然後幫你選出可能適合你的機種 讓你作為選購的參考 這個系統的網址我也會放在資訊欄裡面 如果你真的有選擇障礙的話 就去試試看吧 最後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要考量你的預算了 如果你真的很急著要用 那你的預算會是最大的限制 預算不夠就什麼都不用想了 但是如果你沒那麼急 在經過上面的評估之後 你發現適合你的那個機種 價格超出你的預算的話 我會建議你再還一還 存夠錢再買 因為買到適合自己的NAS才是最重要的 你買一台不符合你需求的NAS 之後不夠用 還是得花一樣的錢再買一台 那不如一開始就選好適合自己的NAS 其實不只是NAS 各種產品都一樣 沒有最好的 只有經過評估跟思考 綜合自己當下的需求及預算之後 找出最適合自己的 那就是對你而言最好的了 像我前幾年買的 是可以放兩顆硬碟的機種 而且是最入門的J系列 當時我只是要拿來存一些資料跟照片 那時候的DS216J就能滿足我的需求 但是現在 我有儲存大量影片的需要 兩顆硬碟的機種已經不夠我用了 這時候我就必須去做升級 找到適合我用的NAS來購買 這樣才能夠讓每一毛錢都花的有價值 透過這部影片 你應該對如何挑選適合自己的NAS 有一定的概念了 但是要讓NAS發揮效果 並且穩定的運作 周邊的設備是很重要的 像是網路分享器 以及要放入NAS的硬碟等等 這些其實都有一些小細節要注意 這個我會在之後的影片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持續關注我的頻道吧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了 如果覺得內容不錯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讚 我的頻道裡面還有其他實用的影片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 喜歡的話就順便訂閱一下吧 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才不會漏掉我之後的影片喔 我是宇 我們下次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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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囉